警察暴力回归直升 反暴力撑执法 支持警方严证执法 严刑暴徒维护法律 警察加油 香港近日发生多起示威者 袭击警察的违法事件 7月15日及16日 来自香港各区的20多个团体 前往湾在警察总部请愿 促请香港警方就近期各区 发生的暴力事件严证执法 有参与请愿的人士受访时直言 如果类似的暴力事件持续下去 最终将令全香港都成为输家 7月15日 香港九龙社团联会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新界东风会 香港区朝人联会 香港称警关注组 保卫香港运动等超过10个团体 和一些来自屯门 元朗 全湾等区的市民 携带水果栏 鲜花 以及新衣卡 等副警察总部 慰问警察 7月16日 香港珍稀群组 香港南区各界联会 即南区建设力量协会 香港志愿者协会 翠岩协会 香港中药界联会等团体 来到警察总部慰问 支持香港警方执法 谴责暴徒行为 警方派出代表 接受请愿信和慰问品 香港珍稀群组 赵纪仁表示 希望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 及警务处 充分授权 警队严正执法 加强警察的防暴装备 他们那种凶狠 是已经去到化学品 用砖头 用削尖了的铁资 去袭击我们的警察 还有在镜头面前 整班人去围着打警察 打市民 甚至乎拿着东西去破坏铺头 破坏我们政府的大楼 立法会大楼 尤其是我们执法的这个地方 警察总部 他简直是替我们晚眉 是遷纳我们的管治的威信 是奸因他们蒙了一面 是逃避了法律的责任 参与请愿的各团体人士手持 辛苦了警察 维护香港法治 还我社会安宁等标语 口喊反暴力 反欺凌 警方清场彰显正义等口号 香港元朗各界 关注大联盟发言人 对于7月14日 沙田发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心痛 一名警察手指被示威者咬掉 另一名警察手指 竟然被示威者活生生用钳子剪掉 这已经不是漠视法治这么简单 而是明灭人性的行为 为什么要这样去 用这种暴力 去嘔打一位警察 一位已经失去了 失去了行动能力的警察 他们是要将他往死里去打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这一刻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可言 我们这帮市民都希望 在香港是可以融入不同多元化的声音 但希望他们可以用一个和平 和理性的方式去表达 我们绝对是不会接受 这些暴力去抗争的手段 香港南区各界联会理事长陈南波也表示 一小撮极端分子罔顾法纪 破坏社会秩序 令和平游行集会变成暴力事件 相当于齐节的市民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 也对香港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